加不完的班 上班前面是 上班這檔是 好 老師 我最近練機都是第一名 你可以幫我加心嗎 instincts 嗯...但是你得罪了師藏 想加心 誰都沒有 是我得罪施葬 還是今天要介紹的第一位得罪 等一下 我們兩個姐配 因為僵食兄弟已經被擊入 被戰了 現在施葬跟他的哥哥 已經在起跑線上 旁邊還放兩罐酒 要衝進來了 大伯那天跟我先生通電話 然後我先生跟他講 這好玩的事情 大伯說 真的 好啦 我下禮拜天就回來 讓他們準備 多喔 我們四季2on2準備 今天的第一位跟孝誠哥 將會聯軍 等於是上班這場是聯盟 又是一趟入侵者 過獎真的在職場上 很多人覺得過關斬將 好不容易謀到一個好職位 可是很奇怪喔 怎麼我勞苦功高 薪水永遠加不到我 加到旁邊阿薩布魯的人 上班族才會碰到這種 不公平 對 不公平 有時候不公平之後會累積喔 累積到一陣子就是 還不解決奉而離職 對 走的反而還是自己 對 但是我們以後完蛋了 三年找不到位置做 也很危險 這個一絲足成千古恨喔 沒錯 今天要討論的就是 要討論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能升千能加薪 但是要有技巧 要用對方法 對 哪些地雷不能踩 而且有時候老闆看你太積極 他會覺得噁心 沒錯 哪些禁忌不能踩 對 今天這一位呢 今天 我跟他堪稱 就是吉佩 熊媽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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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歡迎機場與職場經濟 道法的玉琳哥 我覺得老闆都有地雷 想加薪千萬不要踩到老闆的地雷 實際上 我等你來喝酒 像這個就是踩老闆的地雷 是誤觸地雷 不開跟他挑釁 尷尬 沒有 實際上只是粉絲影迷 不是老闆 所以這沒關係 對 那你不能嗆主管老闆 不信喔 搞不好下個月就去你們補習班任職 唉唷不敢 我請啦 我不敢啦 搞不好要報名啊 請神容易上身的 沒有 關門上課前十分鐘負責暖場 讓大家開心 暖場 對啊 那OK吧 這個功能值千萬 對 他報名那可以嗎 這個功能值千萬 跟小六的同一班 小六的同一班 對啊 真的 最妖嬌美麗的美魔女生氣的呂文文 謝謝 大家好 我覺得呢 你接受了我們的道歉嗎 不是要講嘉欣嗎 我覺得要嘉欣的話 第一個 一定要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 再來呢 在關鍵時刻 一定要發揮你的作用 不要救火啦 或者說老闆有難的時候 你要幫他一把啦 他真的有情有義 他有情有義 這個 雖然你們對我無情無異 可是老實說 老實說我覺得四個小孩勝過一切啦 我歡迎對於嘉欣有獨到淨姐跟方法的阿姨姐 各位 你敢跟你的老闆說 老闆我要嘉欣 我應該抬高身價 我會不止這個價格嗎 那你就 賭賭看 對 賭賭看 賭賭看 賭吧 你們的角色很重要 我歡迎資深記者記得最可愛的小柯南江中 好久不見啦 我們多想你啊 你這樣我開場嘛 還會開不了 如果呢 你覺得跟老闆講嘉欣 有理講不清 沒關係 先沉住氣 因為搞不好 不是不佳 只是時候未到了 我今天大家在人生職場上 都有很多豐富的經驗 先聊聊有什麼 一些經歷過的嘉欣奇心怪狀的事 我們以前一個老闆 因為我們常出外景 他外景常常要住同一個房間 因為為了省錢嘛 所以經常 你都是這樣嗎 男女不能砸碎啦 砸碎 你啊 男男女女這樣 他是罵人嗎 砸碎 同房已經夠男親了 對 那 那這個老闆呢 他為了表現出親民愛民呢 他也不能說就一個人睡一個房間 這樣子常有這個尊卑之分 對 所以他總是也要拉一個男性工作人員 給他來洗睡 要切記 其實我們一進這間公司就知道 打從第一天出外景 前輩就告訴我們 洗澡的時候要給老闆先洗 喔 有些人會有潔癖 對有潔癖啊 你想想看 很濕濕濕濕的那種 你洗過了 搞得髒兮兮的 頭髮什麼 頭髮 還堵塞在那個 那個 老闆還幫你清那種 對 老闆進去呢 就髒兮兮的這樣子 總是不禮貌 其實這個也不用人家交代 應該都會有這個 老闆你先洗 沒有 那我們那個同事呢 他也有做到禮訴 老闆你先洗 可是他忘記了 老闆會客氣嘛 不要這樣不要 你比較辛苦你先洗 老闆你先洗 你先洗先洗 好我先洗 我先洗 我不是說買單的事 對啊 他不曉得 老闆就是 就是 就是要裝一下嘛 老闆要裝個大度量 對啊 你建議應該是怎麼樣 沒有 你就是 跟買單一樣 你不洗一翻臉 然後你先洗 你先洗啊 你就是讓他 你很誇 你這個論講 不可能 很多人搶買單 你說你有人心的好不好 很多人搶買單 搶到打架有沒有 我來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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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個就打扶我進去洗 一洗 男生一起洗一個鐘頭 太誇張了吧 已經夠離譜了 對 然後洗完出來 有些強迫症也會這樣 有的人會這樣 他在裡面去角質 他會去小事 他會去小事 有的人會這樣 有的人擦乾了 又嫌哪裡不對勁 又跳進浴缸裡面 又繼續洗了 也有這樣的 好啦 那這個人把浴室搞髒 當機 因為他還捲毛 他還 等他捲直 不是 因為捲毛 那個毛髮都掉落在浴缸 或者是那個洗手台 看起來就特別噁心 比直的看起來還噁心 我懂意思 那個部位有問題 對 會引人瑕疵 真的 那浴室搞髒不打緊 那老闆已經一肚子氣了 等他等一個鐘頭 因為人家老闆馬上要開會 好 結果老闆一進去 又滑倒 太慘了吧 手肘臂了 哇 神 神 那是一輩子翻不了身 這個糟了 每次加薪 奇怪 我們那個明明都同批嘛 我們五百也是加一千也是加 一支鼓勵的 對 一支鼓勵啊 他真的連五十塊都沒有 每次要加就想到那一次這樣 而且他有一個惡劣的習性 老闆跟我們喝酒 那是跟我們 那個 那個 就是跟我們融為一體的感覺 可是要有禮數存在 那我那個同事呢 每次一喝醉酒 就約人家喊全 那必須講 我老闆也喜歡喊全 喜歡那種氣氛 可是我們喊著喊著 如果一直贏了好幾把的時候 心裡面就會警覺了 會故意輸他 對 明明就 四四五六 然後我們就自己出檔 零 沒有 喊到他隱為止 神經病喔 你看 你是怎樣啊 就是要讓他嘛 亂七 要不然老闆會沒面子 我這個同事呢 每次 歡迎玩新加坡拳的人 老闆一直往這 錯東西 那我這個同事 聽那個 那個白目到什麼程度 他很會 很會贏沒有錯 他有辦法一個人 面對十個人打通關 一路贏都不會輸的 你跟他比什麼拳都贏不過他 那跟我老闆喊的時候呢 他越贏越多 越來越嗨 老闆 一次十杯 然後老闆說 不要不要這樣 我們明天還要上班 一次十杯 然後老闆還 就有一點 Q了嘛 然後他越講越難聽 孫啊 那老闆被擠起來了 硬著頭皮 不過老闆已經 已經疏到 磕到 臉都歪了 對 就硬跟他玩 然後玩那什麼什麼 老闆在電視 酒仔在當 沒有什麼事 很像 好問想 好問想 然後老闆輸了 但老闆前面已經輸了很多 所以喝得慢 因為一次十杯 啤酒嘛 我就慢慢喝 這個員工還說 喝那麼慢 看不下去 來我幫你喝啦 口口口 白名就不給他面子 白名就是不給他面子 他真的是喝醉了吧 這個應該沒有加新的問題 就直接開除了 不是 不是 這個還有加不加新的問題嗎 又捨不得開除 因為他清醒的時候呢 工作能力也很強 老帶瓜 這種就是 兩極化 這種人 他想的都很困 他沒辦法 他就是喝酒必然這樣 我認識他已經二十年了 那你老闆 我上禮拜跟他喝酒 他一次 我請你不敢 那你老闆EQ是很高耶 我們曾經有一次就是三個同序 那以前我們雜誌是老闆娘 他也就很喜歡小打一下麻將 那有一次我們就是三個同序 真的陪他到他們的那個別裝 這是別裝裡面 別野啦 別樹 一直Label往下拉就對了 那個別裝然後就是打牌這樣子 然後呢後來呢其實我們真的打得很小 你真的沒有辦法想像的小 是個老闆娘喔三十十塊 哇塞 其實真的很想睡耶 對就是說你站什麼千花劍是什麼 都會覺得很小很小就沒有那個刺激 你也沒有那個精神這樣 可是我們有個同事那天瘋了 像我們就會看那個牌面或幹嘛 他打出來我們就不碰 他想碰他手有動一下我們就會 就假裝沒有事對不對 這就是政治嘛雖然只有三位 因為他期間呢我們在打牌的時候 剛開始他就講了一個小故事 那聰明的人就知道他話中有 有這個涵義在裡面你要懂得去解讀 他就說呢 哎呦我跟你講喔有時候打牌是一種感覺 前陣子呢我跟我的媽媽已經八十幾了 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衝突 你們一定沒有想到呢為了多少錢 因為他只賭輸了我一百五十塊 他已經兩個月不跟我講話了 兩個月不講話 就是為了他們打那個打牌那種小麻將有沒有 我剛講三十十塊嘛 就是輸給他女兒 他當然就翻桌就翻臉就不完了 八十幾歲喔 那重點是你覺得你聽起來是一百五嗎 真的要聽懂啊 打麻將翻桌喔 真的熱媒體 沒有你還講 然後我的重點在就是說 你聽到這個故事就知道 是一百五的問題嗎 他們家這麼有錢家還不是一百五 可是你也是就不爽嘛 每次就一直放在家一直放在家 就不開心那你聽到這個就會知道說 欸他已經在暗示你說 你不要讓我 我是老闆娘不要讓我下不了台 我那個同事真的很誇張喔 這個 一夜這樣子就是 完全就是這樣很少先去 因為我們幾乎兩 其他兩開就完全就放給他爛嘛 對啊 就賠完這樣子 可是他就是一直跟那個老闆娘殺 所以就是不長眼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可怕 後來我們年底啊 會稍微調一下心或幹嘛 他完全沒有調性還扣心 像我們文教也是不打麻將 但我們 那你們幹嘛 我們民工旅遊的時候會在外面嘛 就管過夜 象棋會下巴 大老二 回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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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波翁 大波翁 大波翁很像被生命的人 玩三十個小時 玩三十個小時 小孩子是同別嗎 我幹嘛會這樣講 玩真錢啊 沒有啦 買真的房東 對 輸贏幾十五 真校動物 T2 雙家路我壓了 哇 很厲害 當我晚上說 我就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最後都是大波翁 因為他走路走到你這個地方 不要說你要三個 有沒有三種銅色的話 我已經有兩個顏色 長眼的就會知道說 你這個要是買的話 徐老師就不能一組 對 對 錢不夠我沒有買 我的天啊 欸這很重要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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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見他要三次省口之外 大波翁次又放給他 好 然後下相請問你要吃掉他的豬 就不吃 就故意給他的豬吃 欸你怎麼知道 他有這麼怕 我跟他一講 還有你知道 這樣想事情的時候 因為太想放 然後手肘把那個豬這樣頂開 我居不見了 主任都在後面 在後面跟他們洗眼色 就是跟徐老師 隨便玩一玩不要玩真的 對啊 來做事啊 因為說 王大波會抓狂的 天啊 說不要玩的不好玩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講 在職場上 茶言觀測很重要 有些美好 你不必跟自己的飯碗過不去 那有幾個加薪的禁忌 我們要特別小心 第一個禁忌是 績笑好 但是你調心少 你認為老闆虧待你 曾經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在那種百貨公司精品專櫃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呢 面試他的人就跟他講說 你是儲備幹部 像很多人都聽過 儲備幹部 儲備副店長 儲備店長 給他一個希望和目標 對 然後呢 我們這個喔 就是看你業績 來打你的分數 雖然呢 業績是團績 這個業績做多少 大家加起來 整個店的 大家一起分 可是 這會影響到你的升遷 哇 聽起來 哇 你就會覺得很想表現對不對 我這個朋友進去專櫃裡頭呢 一開始 客人來 主動上前招呼 積極 對自己的產品 也都是 遙若執掌 不像有的老鳥 都已經很混了 看到客人也不太打招呼 東西呢 愛介紹不介紹 他非常積極 可是做做做 他做到快一年的時候 他發現 他覺得他被騙了 給他一個員警 什麼儲備幹部什麼的 根本就沒有嘛 對不對 然後他那麼賣力 結果呢 搞了半年 他這樣的賣力 只是在彌補這些老鳥偷懶而已 所以一開始 他在同事面前 又會做人 對客人又好 對產品又了解 可是到後面 人也是會有耐性的 你知道嗎 到最後他才發現 他根本就是被刷了 被犧牲了 就是利用你那種鬥志 來讓你業績 來拉抬我們的業績 所以他就開始罵人 女業務太囂張 全場恨得牙癢癢 老闆娘你們也不要吵了啦 他就打一個電話 黑醫師 我這個月差五萬塊業績 你可以幫我先補一下 搞定了 老闆娘搞定了 這樣可以嗎 現在他不得不用你 他吞下來了 對 但絕對 這個時候呢 沒辦法 鬧到水火不容 不管是之前也好 還是離職也好 反正總之一句話 就是要走路 他要走路的尾聲 公司的店長把他交過來 比方說那個人就是月額 月額 是 你是不是忍了很久 對 我忍了很久 你們都騙我 你才知道 我告訴你 其實 上個月 我們的老闆 就已經把你身副店長的人令 遞到歐洲的總公司 你哪早點講 對 老闆都不講 我跟各位講 老闆都是偷偷觀察 不然我怎麼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露出狐狸疤 是不是 他有一種 有些老闆是不會當面鼓勵的 對 其實許惠老師大概你在領導統一上面 有時候也會用過這樣的方法 就是我默默觀察你 我發現你始終如一 我就 突然有一天把你叫過來 生你 哇 你真的那種喜悅 開心 那種驚訝 可是結果呢 就這麼巧 可是那個過程很難熬 對不對 你明明來要當儲備幹部 對 永遠都升不上去 對啊 還被丟 所以黑人我才說 不是不加 是時候會掉 對 認識一個業務員 他是做藥品的業務的 女生長得又漂亮 又火辣 那只要到醫院呢 跟醫生安醫一下 醫生業績都做給他 都買他的藥 所以他業績很好 那同事其實也很眼紅 為什麼你每次業績輕而易舉 幾個月幾十萬幾百萬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他業績是零底薪 業績部分才算獎金 有一個月他的獎金一直沒有達到 就差了五萬塊沒有達到那個標準 拿不到獎金啦 他就跟老闆講 老闆我上個月做這麼多 你這個月是不是 上個月那些業績也可以 挪到這個月來挪用一下 老闆娘死都不願意 因為老闆娘知道說 他平常已經喜歡用奶啊什麼 跟老闆娘 老闆撒嬌 老闆娘早就不舒服了 是不是 可是你竟然還在那樣呢 老闆娘就堅持不要 不要就不要 老闆就來勸他老婆說沒關係啦 其他上個月真的做得還不錯 其實算一算也是划算業績 做得真的蠻好的 結果老闆跟老闆娘兩個人吵起來了 他就在旁邊看笑話 看完吵完之後更厲害的是 老闆沒關係啦 你不用再幫我說了啦 沒關係啦 老闆娘你們也不要吵了啦 他就打了個電話 黑醫師 我這個月差五萬塊業績 你可以幫我先補一下 搞定了 老闆娘搞定了 這樣可以嗎 嗨 如果我是老闆娘 展現實力 可是老闆娘 這首這個也會記在心裡 對啊 會記在心裡對不對 會記 所以你就不要哪一天給他抓到把柄 對 即使現在他不得不用你 他吞下來了 對 但絕對記在帳上 以前我們一個 有一個好幾個team 那個製作人呢 就做節目 然後奇怪 就是啊 每次做就每次停 然後人家好好的 擠手給他 被人家做不到兩個月也是停 每次 每次他就 老闆在罵他的時候 他就跟老闆抱怨 他說 老闆你不要再一直念我的啦 我跟你講啦 我沒有功勞 也有苦勞 老闆講話很犀利 他說 沒有功勞又苦勞 那我能不能不要你的苦勞 我就只要功勞 我就好可不可以 然後他說 老闆 每個人總是有運氣好 運氣不好的時候嘛 欸 運氣要不 那我能不能找運氣好的人 我幹嘛要找衰咖來 好 後來 終於有一天 這老闆可我瞎眼了 這老闆我極度懷疑是誰 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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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我想要 他只想我講要 老闆還在吃蛋糕 瞄他一眼 神經病 出去 神經病 結果那個人 又平常被老闆罵到有陰影 你知道嗎 照理來講 老闆叫你出去 你吃得還去 你立正 你幹嘛真的要出去 老闆都出去 喔 好 他講 然後 講講又不對 又轉過來 老闆 我們這個壽司已經連續於 三個禮拜 都已經是第一名了 好 你是不是幫我加一點薪水嘛 好 那個幾千塊一字以下 誠意 老闆說你收視率好三個禮拜 你有沒有想過你給我停掉三個節目過 好 老闆就開始講道 老闆道理是對的喔 你以前做節目 給我賠錢 賠錢 或者讓我出去沒面子 收視率這麼慘 你好不容易好個三個禮拜 你以前的過錯 現在都還沒補回來咧 所以他意思是說 而且 績效好是要常態性的好 你不能三個禮拜好 三個禮拜不好 那他跟你加薪的 你對公司的貢獻指數 他是無法去精確計算的 所以偶爾一次不要去要求 這個就是太照鏡犯的錯 對不對 可能加薪的就到手變轉手 沒機會喔 對 或是行情亂開架 薪水彈越彈越高 我知道有一個名嘴 也是我們有時候會常常上節目的 那後來我就有一次就聽幾個製作人 就私底下在聊天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complain給我聽 他說現在怎麼搞的 難道都不知道 其實所謂的像這種談話性節目的 常態來賓 是有一定行情的 結果他就說瘋了嗎 他開了一個價格 那我就好奇了 然後他就說 他開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天價 所以呢 那謝謝這麼多人 我們不一定要用他 所以你們沒有發現嗎 其實你們不常看到他 幾乎也不會看到他 我加碼 我加碼 還沒講 還沒講 然後你知道是 那你們到底在講誰 那他開多少錢你知道嗎 他開運期啊 是一萬塊 你懂嗎 一萬塊 那我們知道其實 觀眾朋友知道其實 大概一般的行情 一個小時大概就是三千 那等於三倍還超過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覺得說你瘋了嗎 就可以比三個人 對就是說你第一天出道 你可能連主持人 都可以被你抵掉 不可能嘛 他的 可以聊的東西 是很廣泛的 這麼多嗎 他聊的東西 你怎麼就是 我來講 你們兩個來 默契 他沒講是誰 你就知道是誰了 這是製作人 是男的女的 男的 曾經有製作人 一樣耶 答對你耶 等一下 我想玩一個遊戲 一到十 我數到三 你們一起講一個 那你要再拍一集 你會唱吧 做到另外一集 我只是心理照片 下一集就說 上班子要有默契 好不好 不然我跟你報告 就說 曾經有製作人跟我講 他說 東博哥 你跟他那麼熟 我請問他真的不了解行情 我說你覺得他會不了解行情嗎 我跟各位講 我們今天主題就一直在講 你薪水開要了解行情 不然你會倒大美 那你覺得 這麼資深的這位名嘴 他怎麼可能不了解行情 代表他不想錄 我就跟製作人講 他不想錄 人家不缺 所以大概 我也還他一個千百 我們曾經這一行就遇過 一個記者 他才跑兩年 然後跑到這個 某家電視台 要跳槽嘛 那對方就說 你領多少啊 他就說不瞞你說我領四萬五 那我希望來這五萬才多五千 長官這樣可以嗎 聽起來很合理啊 加五千有什麼 但問題是你才跑兩年 你不可能有四萬五 你大概也就三萬多而已 那這個圈子 這些老屁股都很清楚 而且還有 這個圈子喔 就是每一家公司的幹部都很熟 你知道為什麼嗎 跳來跳去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問 你今天早上要發什麼 都是這樣 工作上有聯繫 對 結果人家一通電話 私底下打去就問 請問你那個月娥啊 在你那是領多少 三萬三啊 三萬三 他剛剛講四萬五喔 對 好結果我們這位主管還狠狠喔 他就跟月娥講說 喔四萬五喔 那你可以把新資單拿來嗎 對方還說可以啊 哇 還有名字喔 結果對方就拿了一張影印的新資單來 Oh my god 造假 那你怎麼造假你知道嗎 來 新資單上面不是有很多數字嗎 你幹嘛要教大家到底 不是 那是違法的喔 對 我現在就講就要提醒雇主們 要小心 也要提醒這個應徵面試者 不要以身事吧 他把這個數字剪過來 所以這數字 電腦打出來的數字是一模一樣 比方說你七月份新資單 六月份新資單 五月份新資單對不對 就把它剪下來 然後貼上去 然後貼上去不是還會有一點印字嗎 因為你影印那個 劉力可白 劉力可白 劉力可白要把它的圖片 劉力可白要把它的圖片 你們都會啊 對 我問一下老師啊 對 老師你都不會 這學生實習就是改成其單的 大家都把這個方法講得這麼透明了 那那個主管會不知道嗎 對啊 那個主管更細 那你是把我當白痴嗎 好 那當然那主管是不會因為這樣 什麼弄差什麼衛造文書 倒沒那麼嚴重 但這件事情 整個圈子都知道 那記者就 好窮啊 這很窮 真的 很窮 而且會不會人家探笑話 對付那種亂喊行情的 有一招我以前碰過一個 我那個職務的薪水大概五萬 結果那個人做很多年 那我公司應徵 年紀也比我大 我還這樣做 他還在給我鞋躺在沙發上 我說那 那你對這個職務 我相信你也很瞭解我在這一行的資歷 那我今天會來這裡呢 也是不得已的 實在是因為前一個公司呢 對我太不好了 那 以我的這個資歷跟我的這個實力呢 我希望薪水能夠八萬 那一般老闆聽到這種八萬 是不是馬上那個表情就不好看 對 但是我們這種神經百戰的人 怎麼可以隨便把不好看的表情露給人家看呢 他講說八萬 喔 八萬 那我覺得 不是 我倒覺得你值八十萬 喔 那個他 他在抽菸就停住了 你知道嗎 八十萬 你講真講假 我說八十萬真的啊 玉琳怎麼對我這麼好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八十萬是這樣子 如果你能夠幫我公司 一年賺八百萬 那你節目呢 都能夠做第一名 那你可以把員工管得都很好 士氣都很激昂 不要說八十萬了 一百八十萬我也可以給你 因為 行情就代表你這個職務 那你對公司的貢獻指數就多少 老實講 你如果能夠幫我賺八百萬 我怎麼會怕給你八十萬 你如果能夠幫我賺八千萬 我怎麼給你一百萬也無所謂啊 這個就是那個啊 比爾蓋茲的名言啊 他說 社會才不管你有什麼尊嚴 在你自我感覺良好之前 先有所價值跟成就 我們看第三種禁忌是什麼呢 獨善其身不和群 會達目的不妥協 就人緣不好的這一種 老師你自己也會看和群這件事情嗎 會啊 一聽到人他就是不得人緣 他現在能力超強怎麼辦 可是這種人通常能力也不可能強到的啊 你一個人能抵五個人用嗎 他有經文系 有種狀況是獨善其身啊 他是能力很強 可是呢他不會因為幫助別的團隊 對 製作公司也常碰到這一種的啊 喔他就是能力很強沒有錯喔 人家要不到電話他都要得到 好啦 那現在別組組人家緊急就是要發那個人 確實那個別的單位呢 努力去要也要不到 這是同公司嘛 人家跟你要 不給 他不給耶 人家去跟他拜託說 你拿電話給我 他還一張不可憐啊 你是誰啊 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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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那個也 對方那個也幽默了 我是誰 我是誰 徐老師 再一次會用 他說小人 徐老師 他說 徐老師 大家要跟我這樣做啊 天下沒有男女人打換成 你家好醜耶 你兒子真的輸好酷啊 他自己身有分裂啊 那個時候在流行徐老師 你怪怪的 然後呢 他還會訓人家一頓 就是說 你們自己不努力 你們每天呢 那個混吃等死 拿著七毛當令見 那每次都來要我的資料 這個人確實很厲害 他手上有一本 老實講我是他老闆 我都很想偷他那一本 對 不是 很多老藝人 很多老藝人 那老藝人是這樣 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找不到你會氣死 因為有些 moment 那個節目需要 moment 需要這類型的藝人 可是我們平常不會去 沒有這個 這個電話的資料嘛 就他有 劉福柱啦 阿希啦 黃西田 誰他都有 厲害 奇怪喔 我跟你講更氣的是什麼 連我要跟他要他都不見得給我了 我說這個是公司的資源嘛 不然你就拿出來給大家 他氣得要死 他覺得說 他這幾年來的工作努力 精華就在這一本上 對有些人會這樣 他會 他就發那些老藝人唱 整人紅不老 沒有啦 他們來唱老歌 後來還更厲害 吞壁 他帶一組團隊 他每次都有一心病 他都發現別的團隊在抄他們想的單元 為什麼他們在想一個單元的時候呢 隔天錄影那組團隊就在做的 他們的辦公室是隔開 有玻璃隔開嘛 有一天我就看他整組團隊在忙 在他的指揮之下 就搞一堆報紙 幹嘛呢 把那個玻璃貼起來 老鳥為了業績 不擇手段用搶的 老黑 他業績雖然很棒 非常強 可是他的手段見不得人 有些人 講說是保險的啦 或是設計師啦 或是什麼 有的人就是趁你不在的時候 他會主動 像這種 你每次要加薪的時候呢 就一 就明明覺得他很棒沒有錯 可是呢 又覺得說他就是只顧他自己 他不會去管別人死活的 或者是別人請他幫忙 很奇怪喔 他們Tim在錄影的時候 人手不足 別的Tim去幫忙 等到別組Tim人手不足的時候 請他們去幫忙 他們就不要了 可是老闆會看這個嗎 會 很注意這個 我以前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有一個同人喔 他是同 非常能幹 但是你知道我們各個分校 辦說明會的好時間 就那麼一兩天 因為你要避開學生的月考 避開重要的假日 你可能就只有那個禮拜六 所以那個禮拜六 可能同時好幾個分部 都要辦說明會 他手下有三四個分部他管 可是你一個人 你能夠管哪一場 因為重要時間可能是七點到八點 加檔最多 對 對不對 他平常慢慢來的時候他可以 可是他同時三個晚上的時候 他一定要找別人幫他 Cover 對啊 就每一次都沒有人願意跟他 為什麼 為什麼 人緣不好啊 因為他獨善其聲 就剛剛玉琳哥說 大家就覺得說他可能鞠躬啦 最後他又給你擺那個臉色 所以平常又不懂得照顧大家 我們在廣播裡面 其實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這個事情是活生生的就發現 那個 錄一已經錄好的節目了 那就下午就要播出了 那前一個小時 譬如說三點鐘的節目已經錄好了 那兩點到三點這中間的節目是live 那我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 前後一個小時節目不會播同樣的歌曲 不重複 那就要刪掉 那live那個就去看到三點鐘的 你怎麼播了一首黑人唱的歌啊 等一下我要播這首耶 那那個預錄的就說 可是我已經錄好了啊 但是我是live啊 但是我已經先錄好了啊 但是我在你前面啊 那live應該要換歌啊 我們覺得應該live應該要換對不對 沒有啊 今天就這首歌 這個主題它最適合啊 他不換 他就不換 然後在辦公室裡面 這樣就可以吵起來 那天是什麼主題 是清明節 那不是重點 畢業自己 我告訴你 因為當這種扁平化的組織 大家領一樣的薪水 大家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好 你說誰要跟誰同情 那誰來協調 最後這種事情 沒有人協調 他就照顧了 後來那個已經錄好節目的那個啊 他竟然就去重新再灌一次 把他原來錄的音樂拿掉 然後自己偷偷的鋪 我有一次去買車 然後結果呢 後來我就說 當我們要談價錢的時候 你知道嗎 談價錢就喜歡說 叫你們什麼經理出來啊 叫你們店長出來 怎麼看都覺得 那個最像 穿黑西裝那個最像 結果出來來一個小毛童 一想都想不到 蛤 這個店是你在花的喔 對啊對啊 我就說 然後我私底下就跟他聊 我說怎麼看都像他 他說對啊 本來有可能是他 可是為什麼最後是你呢 因為老闆他要升官與加薪 甚至做一個幹部啊 他要的是這個面面俱到的人 而不是要那個什麼 業績很好 但是呢 都不顧別人 為什麼 他就講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比方說那個是老黑好了 老黑他業績雖然很棒 非常強 可是他的手段 觀眾朋友有沒有這種印象 比方說你剛好你的工作 也是做業績的 比方說是保險的啦 或是設計師啦 或是什麼 有的人就是趁你不在的時候 他會主動跟你的客人攀談耶 會 怕你的線這樣 要把你客人洗過來耶 賣車也是很忌諱這樣啊 那個業務很龐胞 對啊 老黑就這樣啊 黑人每次都是有沒有 把我小江的那個客人給洗走 會這樣 你不會care是怎樣 很care 好那再我問 當黑人一進這個賣車這個據點 所有人看到他就倒胃口 心情就不好 你有沒有影響到大家上班的情緒 會 好再來 主管會看到 大家都不工作了都在罵他 欸月娥姐我跟你講 他真的很壞 真的很過分 老闆一看到這種情形 對 老闆會覺得我要是這個店沒有黑人 雖然他一個月賣十步 很厲害 可是我今天沒有這個人 我的其他的人會 心神會變好 對不對 所以最後 老闆是沒有請黑人走路啦 就我舉例啦 最後他就生了那個小江 就變電極 他們英文說 It's the step not the star Step就是身體的工作同仁 不是star 你一個人是superstar都沒有用 對 所以這樣你就很難加薪升官了 我們看第四個競技是 喜好批評無創建 利用談判來加薪 這是那種很愛批評別人的人 叫蘇宜 這很糟糕 現在有個同學 你臉就是看起來就喜歡批評 你臉就是看起來就喜歡批評 你臉就是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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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愛保養每次一開口 那個肩酸科普的樣子 怎麼變了 你臉就有點小呼 你臉就來了 你臉就來了 還差一朵花 有沒有 不是 這種人啊 他平常 他平常人家客人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都不來收屁股 就是不來擦屁股 就是不來擦屁股 擦屁股 屁股要怎麼收啦 當電線這樣 不是在眼書機嗎 他是擦屁股 收衛生紙 對啦 對啦 還是韻音哥聊天 收屁股 你產品出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的售後服務其實很重要 你要很有耐心的去客人解釋 或者是你幫他處理一些問題 那種同事他通常都不處理 然後只會講說 那個誰他這樣子做不對 如果是我做 我一定會做怎樣怎樣 然後等到你服務好這一項之後 客人要買下一樣產品的時候 哎 上次那個好不好 怎樣 幫你處理得很好 他剪現成的 他就是接軸這樣子 然後更糟糕的是 他都不知道他已經被列入黑名單了 然後到年度要續聘的時候 他把他做的這些業績都拿出來 去談判 可是其實老闆也不是白癡啊 老闆主管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想當然他一定是不可能加薪成功啦 哇 這可能是自我感覺太良好了 用談判這時候我覺得是老闆最不埋葬的 對啊 因為談判就覺得以對方為敵了 而且你要把你自己的業績拿出來啊 對啊 可能對方就把你這一年犯了錯誤 對 或者當然有講到不合群啊 你怎麼跟他不好啊 對 尤其是這種愛批評的 有一種人是他不只批評個人 他整天在外面都批評公司 都有點嫌自己的公司不好 何語會傳回來老闆 那你要知道批評久了 就變成真的 他就會內化成心裡面的一部分 內化成一部分 你注意看公司有一種員工 他在人家打電話來 他在講公司名字的時候 你看他的那個語調我就知道了 我一個朋友他們公司叫國龍 因為是做塑膠射出的 國龍 人家正常說 你好國龍 這種愛批評的人 他們久了久之 因為對公司懷有怨恨 他吊吊就不一樣 喂 國龍啊 對 國龍 所以怎樣 有偉音的人對公司有怨恨嗎 對 因為他如果這個人 他對公司是充滿批評批判的 就是說如果正常的員工他接電話 喂 上班車長是您好 對 但是如果我是批評他說 喂 上班這檔事 他的聲調是種一下的 聽得出來 其實像我們有時候去錄影 比方說我現在要去錄上班這檔事 欸 你要去錄什麼 上班這檔事啊 很開心 對 如果說他去錄上班 他不是很開心的 對不對 比方說這個 哎呦就是錄那個啊 你知道的 對 不然錄什麼 上班啊 有時候錄好久 對 你懂我意思嗎 他把心裡OS給你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有的人就喜歡火鍋 您知道我在體力 我最討厭 我最討厭 舉的力 被人家拿來誤化 扭曲 所以我覺得玉琳兄講那個 有一點準 我現在突然覺得有點準 而且你要配合他的坐姿喔 人家端莊的人是說 上班這檔事你好 你要很震驚 還有一種人就吊鈴鐺有沒有 來 上班這檔事 怎麼樣 輕一跳 對 輕一跳有沒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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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的構成也不一樣 對 所以你一定要去觀察 然後再去取決 你要做什麼行動 這很重要 像我 剛剛不是叫叫進房間嗎 我以前有一個 就是說 應該我老闆 我就直接講好 他很妙 叫你進房間 放公式 放公式 好 我以前有一個老闆 叫你進房間 沒有 叫進房間 你剛剛說叫進房間 對 叫進房間 他會把員工叫進房間 他是年底的時候 比方說已經開始要放年假了 除夕要到了 他就會把一組一組人叫進去這樣子 然後幹什麼 就發紅包 發紅包 那紅包其實老實講 裡面就有口口嘛 好啦 那我要講說 這個裡面就有學問了 因為他裡面口口就代表就是說 你未來 那你可能你的 你的那個 就是加上去的金額就在裡面了 好 OK 好 那我其中 有一個同事 他就很屌 他覺得他這個方法就是 所謂的放長線 釣大魚 我不要啊 我為你效忠啊 不要口口 他不要 你知道多好笑 沒有 他就這樣子喔 他說 他就把那個錢就這樣 就抽出來 就說 老闆 管你 老闆啊 那有這麼明明的故事 偶爾丟到他頭上有沒有 不是啦 他說 老闆 我拿一個紅就好了 裡面錢不用 我只要見紅 我就覺得心裡很爽 你看一般 有時候我們其實在 在社會小回書 會看到這個嘛 我就收個紅錢 我不要這樣 結果一抽出來 哇賽 他這個動作老實講啦 他有一種在打心理戰 也是一種談判 我都這樣做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沒有 他一摸他就覺得 沒有 他一摸他就覺得說 不妙 他心裡就很不爽 弄這些來打拔我 好 我將你一軍 我就不要 我就把他拿出來 我要個紅料 結果你知道 沒有 一拿出來其實才兩千塊 薄薄的 可是他覺得 就自我感染量 他覺得過去一年裡面 我真的做牛做嘛 我真的表現得很好 他就不爽了 一摸就感覺嘛 結果後來啊 結果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那到底要不要掏啊 你知道嗎 後來大家一拿出來 哇那真的是整個場面都混亂 有厚的有薄的 那這下子大概怎麼辦 好難看喔 對 不是老闆其實不是TEST 他其實說大家拿著就是 拿到口袋裡面就好 這個員工一亂 結果現場就會 完了 全部都知道大家的薪水 後來當下你說 那要不要處理 當然沒辦法處理啊 然後就說 你以為是美國牛喔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用這個談判 那你就可以可 他的下場可見一般 所以這種東西 不要真的以身釋法 太恐怖了 我覺得聊到這裡喔 在職場上 得到者多住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互不為贏對不對 對 有人造總比沒有人造好 我們看最後一個禁經是什麼呢 七年沒加過心 沈玉琳火上加油 好 出色會到呆青年 一毛錢都沒加過 一年都在等了 還差那十八年 還超級久了 已經撐不下來 所以還一直去投降 順著去救 我看最後一個禁經是什麼呢 相信公司不加薪 只是因為沒有錢 這也太好騙了吧 對啊 是這樣嗎 太純了吧 我其實一直覺得 那個時候當下不覺得是被騙 因為我那時候在家公司待了七年 然後因為老闆就是那一種 老闆跟老闆一樣 就是那種公教人員退休 然後開始做 他六七十歲 感覺是很好的爺爺跟奶奶那種感覺 然後員工都待了二十四二十五年 我想說在家公司應該很穩 然後同事都很好相處 然後老闆就說 我們現在正好是經濟不景氣 可能要開發新的產品 然後我去做產品開發 然後我就很認真想說 大家都待那麼久一定沒問題 然後大家就一起度過那個難關 然後我就在那邊待了一年兩年 他一開始給我薪水 就是阿沙里說 你要四萬就給你四萬 然後他就說 只要你幫我們開發產品 然後可以做得好就好 結果我一待第二年第三年 我待了七年 我等於待了七年 出社會到待七年 一毛錢都沒加過 連年終獎金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少 好喜歡喔 最後這才是 我們公司是被那個 黑社會老大接受 我們都在等十八年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睡喔 去年都在等了 還差二十八年 還不是說成年了 我已經撐不下去了 所以孩子一起去拖下 舌舌的一票 狂了 太久了 所以其實真的老闆 給你哭窮的話 要自己長眼睛 看是真的假的 對啊 七年你也覺得 有的老闆很會嗨 怎麼嗨你知道 用社會氛圍來嗨 對 你不知道老闆到底有沒有賺錢 經濟不景氣啊 08年倒了這麼多 這麼多錢 對 現在是拿不到了 然後他明明沒有投資任何基金股標 他也跟你扯到連男兄 對 後來就想說連男兄弟關你什麼事啊 是 現在竹科他們都是已經好留職停薪了 都已經放無薪假 我們不錯 你要來上班 你要放下來再上班 當然是上班啦 上班有錢領嘛 所以年底當然沒有錢 可以分紅給你啦 你自己要多忍耐一下 希望可以共體時間 但是 你偏偏看到老闆又新買房 又新買車 真的 你騙我看不到嗎 可是 就有 可是沒辦法 我們看到這麼多了 有沒有真正 加薪好的方式和技巧 我覺得有一種方法可以參考 好的味噶是什麼 就是 像 老闆喔 他也許 我剛才講了 不是不佳 不是不生 只是時候未到 但時候到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老闆談 這蠻重要的喔 之前當然是少安無章 但那天到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能夠在老闆 唯一給你這一次的機會裡頭 一次把自己 對公司做過的哪些貢獻講出來 可是你會忘記 你知道嗎 我就曾經這樣忘了 我對公司的貢獻 曾經有一次 好像沒有 沒有 算了 算了 曾經有一次 不要打他 不要怎麼剪 事先要做好筆記 曾經有一次我的主管 就說 老闆說想要生你 生你做某個幹部這樣 那老闆想要你自己講出來 你對這個公司有哪些貢獻 我真的講不出來耶 難為情 所以我建議呢 就是上班族呢 你要把你平常做 比方說我在學位老師當補習班 我曾經練習很好 或是我熱心助人 同事什麼樣 我頂他什麼的 把它記起來 那你在講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結結巴巴 而且呢 也因為你有記起來 你在家裡可以Rehearsal一遍 你講的時候會比較人情緒 是自己的里程碑 是 你講的時候可以講得比較謙虛一點 有的人有時候一集 有啊 我曾經怎樣怎樣 老闆會覺得 哇 所以最好是做一個像這種板子 第一天來的那個記錄 太有事了吧 老闆你看 1995年的時候 傷一失掉 我一直都饒錢 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各種數據看得出來 算是就職的冰河集 是